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以及花莲领馆处带领慈悉国小四年级的学生在木瓜西华龙护岸办理教育环境活动 以实体观察、手动操作以及导览解说等方式让学童们拓展视野 而除了认识河川的七地环境以及生态样貌之外 也增进与在地自然环境的情感连结 进而更加重视以及爱护我们家乡的河川环境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和花莲领馆处协力完成了木瓜西华龙护岸及生态景观赋予功能 4月份更迎来第一场国小学生的户外环境教育课程体验 由专业的生态导览团队和社区环境志工 带领孩子们走进河川地感受到自然生态的丰沛与惊喜 虽然我们河川局是做河黄安全 那我们在河黄安全的处理情况下 我们又去把这个环境去做一个营造 那我们同时也跟林务局也一起来合作 那我们很希望说这个场域是多元性的 除了之前有一个小水利之外 那慢慢的把这样一个场域 能够为了能够跟环境教育来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环境联盟的一个会长这边 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成果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么好的场域 能够让大家多多来给我们一些指导 一些参观 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次环境教育课程是以实地观察 动所操作还有导览解说等方式 透过一系列体验 让学童们可以拓展学习视野 认识河川的七地环境还有生态样貌 华龙高滩地刚好是木瓜溪 就花莲溪出海口进来的第一条支流 那它这个高滩地刚好是木瓜溪下来的第一个高滩地 那这种高滩地在几年前 我们九合局在做相关的规划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很多的生态 不只很多冰为红皮酥的原生种 动植物之外 甚至很多候鸟在这边会栖息 所以其实我们在绿网就是希望说 借由纵横向的串联 把这些所有适合整个生态网络成功建构起来 包括人的居住环境跟农田的地方 第九合川局未来会持续吸手花莲领馆处 推动木瓜溪合川生态廊道改善相关工作 除了营造兼顾生态多样性 友善农耕教育意义环境之外 还会持续和各公司部门 还有学校及流域周边居民 成立跨域合作沟通平台 期望可以把保利策略逐步落实 达成国土绿网七地串联 以自然为本的愿景目标 借吕辉收分享报道